早安呢 我們今天再來就是在這個充滿殭屍的世界裡面冒險吧 我們現在已經是越來越上軌道啦 當然危險度也是越來越高 而且這個紅點總在前面 嗯...有點鏘 嗨 你好 我們來看看喔 二級的取回 喔這個超級無敵勁 是怎麼回事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是有新貨 我們可以買一些新東西的 就這樣吧 我們沒有錢了 我買了一個工作台 然後一個手槍皮特 比較容易致產 早知道就不要買這個假雜燴了 這樣MOD也可以多裝一個可惜了 我看一下喔 這個可以裝上來 我們的傷害... 我覺得這個裝上去傷害其實差不了多少 但是有多還是有差啦 走吧 我們先去我們今天的任務看看 任務地點在...啊... 這是我們那個...小豬房 就是前天不想摔下去的地方 變成還有一個鳥巢 來...取回 如果我在這邊做防禦的話 它其實就在隔壁... 等一下喔 這邊有狗狗了 喔...好多狗龍 我忘記了我的那個... 手槍只有1.5倍傷害 如果我們用... 這把打說不定可以 結果這邊就已經沒有狗狗了 我想說...哇... 我正準備要... 大殺釋放欸 這邊超多欸 你看 這裡 感覺起來非常的危險 好像一個不小心... 狗狗都會跑出來的樣子 可是這邊...喔...這隻... 嗨小豬 安息吧 謝謝你的肉 你的肉會好好利用的好不 還有食物 聖誕老人帽 4級的聖誕老人帽 我來看一下喔 呃...7.3 欸...這個還比較好欸 果然聖誕老人不愧是潛行界的十足啊 合理合理合理 它可以到處去送禮物還不會被抓 我覺得...嗯... 這個非常的合理 啊...話說我們的那個技能可以點了 我們再點一個...性感暴龍 升級 話說我們上一集不是說種田不太優秀嗎 我發現主要是因為我們這個... 靠土地維生沒有點啦 如果我們全點的話 我們才可以大... 才可以大量的收成 但是...如果要點這個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靠堅韌 嗯...種田... 唉唷卡住了 種田作為...我們的... 喔...唉... 哈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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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隻小豬...好兇 我剛才打他頭噴了四五下 他這樣還活著欸 好扯喔 如果用堅韌來做好像是有點不容易 做...做那個...因為畢竟... 要靠拳頭打架 或許我們之後有一季...有機會可以來這個吧 超級農夫之類的 這邊有一隻狼 我看一下喔 我們有辦法打得到他嗎 喔...有了 哇...他竟然躲在這個地方欸 如果我們那個時候... 衝進來的時候被隻狼咬 我們大概要直接撥撥 還好他好像沒有靠過來說 是不會攻擊我們的 欸...太胖 我來看看喔 這邊是要從...這裡上去 這棟以前有嗎 有沒有知道的觀眾可以回答我們一下 我記得我以前好像沒有來過這一棟 有來過小豬的那個Grace那一棟 所以裡面有很多小豬的 但是這一棟嘛 我還真的是... 稍稍的沒有印象 然後現在鳥巢我們都要熟 因為它裡面可能有蛋 有蛋我們只有東西可以吃 要不然我們就只很苦命的啃肉 雖然說我們因為現在開始點敏捷了 所以我們的... 欸...裝彈 不是名吉啊 點力量了 所以我們之後煮飯也可以變強 啊... 喔... 我們在... 這裡...樓梯上是沒有辦法那個的欸 沒有辦法做伏擊的呢 喔...這本是什麼 科技迷製作AP彈藥 啊...可惜我們不是走智力型的 雖然我在想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換個智力型 喔...有智力型的話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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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變成shotgun欸 我們可以用炮彈做shotgun欸 這個... 啊...弓弩 漂亮喔 再多一點點的量 然後我們剛剛商人有看到手槍部件 只是我們目前是還沒有錢 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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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錢買的 我們之後如果有錢之後我們可以 把手槍部件給買下來 保險櫃 啊...一把一擊獵刀 好...欸...這些錢應該是不錯 我們可以換 然後我們剛剛的...應該在這裡 啊...找到了 我們這邊要做血月防守的話 啊...感覺起來就是要這個地方 然後...殭屍應該是可以 可以走上來的 嗯... 然後在上面跟他們打 打一打之後我們再跳下去 然後這邊應該是沒有辦法 這個樓梯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以前樓梯就是可以走的 但是這一版 有些樓梯是會卡住 蠻神奇的 喔...喔... 喔... 好 這裡...就是我們今天的防守地點了 不過我們還是有去接下一個任務就是了 哇...這一排地雷炸下去... 不得了欸 齁... 油箱裡面有複合公園裡圖 這也太爽了吧 我真的覺得我們油箱每個都要開看看 哈囉... 扳手二級...急救崩帶五個 那拿個急救崩帶吧 感覺沒有很優秀 另外一個是消滅殭屍 好...我們就接一個 其實我覺得我們接挖掘好像也不錯 嗯...沒關係啦 反正因為我想說我們一個任務已經確定了嘛 這是防禦地點 另外一個去挖土可能也是挺好 烤肉 我們現在身上的東西還不少 然後這邊也在慢慢的... 欸...在慢慢的燒東西 來鋼獎 來...把這個再燒回去 倒是我們可以做不少的子彈 可惜是火藥並不夠多 然後咧 這邊我們已經有湊齊了一些 但是這弓弩需要12個才能做 那個...我們... 複合弓 手槍部件其實也差了一點點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把一級手槍 我們可以把這一級手槍報廢 報廢完之後它會有三個 那這樣子我們12個 就可以做一把五等的手槍出來 五等的手槍 我們先看一下這把手槍的傷害 這把手槍是36.1 等一下我們把它做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比對一下 然後接下來我們必須 先把我們的工具台給放上去啦 還有三秒鐘 兩秒鐘 一秒鐘 水啦 我看一下 OK 就這個地方 好我們就把材料弄一弄 然後把它給... 做出來吧 登登 五級手槍 剛剛...剛剛36.1 下... 我... 45.7 所以幾乎增幅了三... 成的傷害 然後這些再裝上去 就更不用講了 而且原本就只能裝... 一兩個嘛 只能裝一個 哇那這樣子這把 會不錯喔 嗯 這把槍 我們來守血月的時候 會挺棒的 好啦另外一個任務在後面 走吧我們去過個任務 另外一個點 這個點也太棒了吧 太棒了吧 欸殭屍還有這樣繞一圈過來 然後或者走到這裡面來 走到這邊來 喔那邊還有一條直線 喔我有要求 嚇死人 去死啦 對你看 哇 這裡超適合拿來守血月的 唉 就像是前幾集都不太優秀欸 這好像你單身了 單身了30年 最後好不容易出現 合適的對象 失去一次出現了兩個 這時候你該怎麼辦 唉 當然是兩個都取回家啦 沒有開玩笑了 這邊下樓 一個好大的 客廳 欸 空頭離我們好近喔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拿一下喔 有 一個在這 可惜的是 那個都不會自動幫我們填蛋 這十字弓 我想突然忘記填 欸 另外一個是在哪 你該不會在這裡面吧 喔喔喔 還真的 唉 我想說這櫃子才一格 沒有想要有中間的夾層啊 BIG MAMA 嘿 嘿 嘿 四刀 四刀一隻 喔喔喔喔喔 地下室 我最喜歡地下室了 有地下室的地方 有各種的 驚喜 這邊一隻 甜蛋 哇這裡好高級喔 地下影院欸 哇 超棒的 我也想要有一個這樣子的 哇 就在自己家 這邊是可以進來的點 可是不把這個敲破好像找不到進來的地方 就在旁邊而已 這是隔壁洞了是不是 等一下等一下 我這樣會不會離開我的 我的搜索範圍啊 好像目前是沒有 這鼻葉有洞天 對對對對 你看這邊殭屍 也是我們要殺的 哇 這裡是怎麼回事啊 你們看得出來這裡是什麼地方嗎 一個 壞掉的發電機 這裡好像是什麼燃燒 熔爐 喔 這邊還可以再走 啊 我們是要從這邊走啦 從這個地方會接到 喔 物資區 然後這邊可以上去 水唷 我來看看 大砍刀的部件 可惜我們還不會做大砍刀 如果我們之後會做大砍刀的話 我們的武力應該是會 高蠻多的 傳感器 這個我們之後 做陷阱會很需要 當然前提是我們有辦法拿到書 如果拿到書才行 這邊呢 一隻皮革護腿 這邊不是上去 所以這裡就是物資了 那我們還有一隻殭屍 啊 原來在這裡啊 我想說你躲在什麼鬼地方 哇 哈哈 躲在這邊也是厲害了 然後我們剛剛拿到一個有趣的是 幸運護目鏡它加4 所以連護目鏡本身都會有差別 雖然說差1好像不是很多啦 不過有種比沒有好吧 那現在我們是該回去找商人了 嗨 鐵毛 哇 三個急救箱啊 這麼賺 打擾了 三個急救箱對我們來說挺棒的 我們這樣子戰鬥應該是不用擔心 然後我剛才說去找空頭 空頭在那邊 然後同時前面好像有個書店 所以我們去書店看看 然後順便先去拿空頭好了 然後再去逛個書店 這邊有一個水塔欸 空頭在那邊 不過我先上來看看好了 我們不知道可不可以在這邊做防禦 可是這裡應該很容易就變 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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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然後就打爆了 這一個水塔 來 我們雖然現在不會摔傷了 但保險起見我們還是 用走的就好了 然後不知道這個消防蒜裡面 打不打得到水欸 有沒有試過啊 我們等一下直接吃看看就知道了 來 彈藥製作捆包 燒杯倒是不錯 可是我們目前是還沒有那個 還沒有製作台的 OK 看了裡面什麼都沒有 我們又拿到更多的醫療箱了 來打開 呃 呃 呃 好啦 100發子彈 感覺不太划算 走吧 我們應該晚點開了齁 因為我們還要去書局 我們先去書局逛逛 希望那邊會有一些更好的製作書 欸 555 8689 呵呵 for sale 這好像 好像那個 這是房產達人會出現的房子喔 等等 說到這個我們的 除夕 除夕當天我們也會回來玩房產達人 欸真的是小小一間欸 嗨哈囉 你好啊 你是這裡的主人嗎 還是你是房仲啊 齁 好小間喔 這應該是可以來當酒吧啦 小酒吧 跳舞女郎應該是 超級小一間的 呵 有了書局在這邊 我們應該是要從這邊上去 然後希望我們之後可以不用再一直吃烤肉 可以吃點不一樣的東西了 因為不同食物它其實給的東西 是蠻好的 呃 啊 我們好像把這邊的將戲給叫醒 好啦那叫醒 其實這邊也可以走 我還想說 我們必須要繞一圈 結果旁邊開了個大洞 呵 這好像 我們辛辛苦苦潛行進來 然後發現門沒關一樣 傻眼 這邊是書店了 然後好像說這種 散裝的書 也可能會開出好東西來 所以我們就 都摸看看 可是目前看起來好像都是空的呢 喔 終於找到一本了 呃 可以製作爆炸箭頭跟十字公史 等一下喔 爆炸 爆炸 爆 炸 欸有勒 爆炸箭 爆炸十字公 需要火藥 欸 這個我們火藥剛好也拿到了不少 與其把它拿來做子彈 不如我們做一些爆炸箭 呃到時候 找一天來做防禦 這裡好像沒有了 就小小間而已 我看一下樓上還有沒有 二樓好像是有東西 從這邊可以上去 嗨 這裡應該不太像是那個了 可能就是小書店啦 小書店 然後他們 在這邊小品經營 對 沒有了 這裡不知道可不可以上去 頂樓 我們應該可以喔 跳 啊 頂樓 喔 頂樓竟然還有一個箱子 來 給我一點驚喜吧 睡衣派對 喔 晚上最熟睡的 沒有用啊 我們這邊每天都血月啊 晚上哪有人在熟睡啊 大家出來開Party了 我們現在準備去出發到那邊佈置了 不過我先看了一下我們 之後打算做的爆炸箭 它需要鋼箭頭 鋼箭頭的話要做乾鍋 可是乾鍋的話 我們需要至少20個的油 其他材料都好說話 油需要20個 所以我們可能要找個機會 多拆一點車 然後把乾鍋做出來 才可以做我們的爆炸箭 所以爆炸箭可能是要到 下下級 下下 下下級才有機會 畢竟如果只做幾隻出來 其實有點可惜嘛 對不對 我們要做就要做他三四十隻 然後五六十隻全場用爆炸箭來打 感覺應該蠻有趣的 然後今天我們應該就是用一點鐵絲網 圍一圍 主要是測我們這把五級的手槍打起來好不好用 大概就這樣子吧 今天不會有什麼特別大的意外 我們這邊佈置了一些鐵絲網 其實效果沒有什麼用啦 這邊單純覺得佈了還蠻好看的 然後這邊有一條 然後這邊再一條 這邊再一條 這邊圍了一圈是為了怕我自己摔下去啦 我倒是不擔心殭屍下去 殭屍下去的話 還要打上來 可能是要 可能要到明年了吧 然後這邊是陷阱區 我想等一下這邊應該會崩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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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 裡面我就沒有放任何的鐵絲網了 裡面我們就沒放 然後我不確定的是殭屍究竟能不能上得到頂樓了 因為我們自己設定是不會另外再加方塊嘛 有點起霧了 這時間有點起霧了 有一些殭屍跑過來了 嗨 我們前期 殭屍還不多的狀況下 我們先刀他個幾下 哎呦 哇馬上就有狗狗來了捏 哇馬上就有狗狗 而且狗狗不太怕鐵絲網 這邊這把槍是我們今天的主力 哇好多好多 狗狗 痛痛痛痛痛 馬上就插傷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殭屍到這邊來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這裡才是地雷的主要 哇哇哇 哇 齁齁 而且 因為他們會被那個 會被木刺給擋到 會被木刺給擋到 所以說我們 防禦起來非常的方便 屠鷹欸 終於有屠鷹了 我在想說他什麼時候才會出現 然後也有狗狗 然後也有狗狗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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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插傷 被跟狗狗打很容易就受傷 然後這次 這次我的那個 繃帶帶的不夠多 繃帶帶的不夠多 這是一個問題 嘿 唉唷 他們這樣走直劍對我們來說其實是挺方便的 好 太好了 還好有這個 可以繞開 哇更多爆炸聲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像 殭屍不太從這邊走 應該是上不了 如果他們上得了的話 就不會在那邊一直卡了 對不對 哇這個我好像丟個燃燒彈下去喔 可惜我們沒有 但是我們有的開槍速度很快的 五級手槍 欸殭屍進去了 嗨出來吧 唉唷 砰砰 爆炸聲不絕魚了 我覺得我們這一趟 打起來會相較輕鬆很多 這邊還有好多地雷沒有炸喔 這邊應該要炸一下 哈囉 旁邊整片 整片垮掉了 狗狗來了 來來來來 還有這裡 欸有些殭屍他不會去踩到地雷 好強喔 來 我們這邊也是防禦非常的悠哉 然後這邊進來還會有一個 緩衝 我們甚至可以拿刀去刀他 嗨 刷 哇 越來越多殭屍 來更多了 喔OK 這傢伙比較麻煩 哇哇哇哇 這邊才幾隻殭屍而已 所以把所有的那個 全部都毀了 還有還有這邊還有 嗨 這裡這裡這裡 往這走往這走 哈囉 現在時間11點 時間11點而已 殭屍已經要死光了 殭屍生出來了的時間 速度是趕不上 哇哇哇哇 一隻腳還跑這麼快啊 哎呦呦自己割到了 時間是趕不上我們殺的速度欸 哇我們殺的速度比他更快 所以其實場上的殭屍數量是很少的 哦數量是很少 頂多就是狗狗來的時候我們注意一下 多數的地雷好像已經快要爆完了 爆的差不多了吧 哎呦又有狗狗來了 我們現在就是只要防狗狗 哈囉 哎呦是兔子 我今天砍到兔子了 完蛋 哇有點兇有點兇 現在已經12點了 12點的話殭屍數量應該已經要開始減少了 因為我們前面其實是殺了非常多隻 非常非常非常多 哦一直斷頭欸 哎 對你看剩這樣子 哦又來一批新的 好像 新完了 剩下的是 在下面的 這些是爬不上來的 我們今天打到了2點多欸 超扯欸 哇 而且下面還有一些 死光了吧 剩你們了 OK 這好像一個處形場哦天啊 你們看 超像處形場的 啊 不然掉下來了 來 哇 今天 打到2點都還有殭屍欸 非常的可怕 原本以為我們 有一堆地雷應該可以清得很快的 可是被地雷炸死的殭屍 不知道為什麼 呃不算在我們殺的範圍嗎 還是怎樣 不知道 總之今天殭屍數量超多 超級多 比昨天大概都出 我覺得應該一倍有餘 甚至兩倍的數量都有可能 我們子彈打到其實快沒了 但是剛剛包包剪一剪又剪了一些子彈回來 哇總之今天 比我預想中的還要刺激有趣 而且好玩 我們這邊就有好幾條 然後沿路這邊走來走去 沒事不會刀他兩刀之後再開個幾槍 然後這裡是最棒的 一直線殭屍 除此之外還有剛才那堆爆炸 打起來非常非常有趣 好啦 那我們今天大概就到這邊了 希望明天 我們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武器可以讓我們防禦 但是今天這個防禦地點 都是讓我挺訝異的 這我們佔的地利吧 非常的棒 雖然他們上不去 反正我們也躲在下面打 是也蠻好玩的 好啦 如果還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接下來生活 應該會一天比一天難 那我們就 下一集見囉 拜拜